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极客机 今天也由我给大家带来本期的硬件资讯吧 但随着2021年的即将结束 相信不少玩家已经在期待2022年的到来了 毕竟各类3A大作都是接踵而至 当然硬件方面也是毫不厉害 根据最新消息显示 OVIDIA的RTX3020Ti 16GB版本 RTX3080 12GB版本 以及全新的RTX3090Ti 也即将于下个月正式推出 至于详细情况 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从OVIDIA最近的一系列操作中就可以看出 无论是取消RTX3050Ti 3050的8GB 4GB版本 还是推出新的RTX2060 12GB 增加显存容量 已经成了OVIDIA升级显卡的新方式 而为了进一步展现这种方式的精湛性 皮衣刀克老黄也是不嫌累的 一口气预告了三款30系的新版本 其中包括RTX3070Ti 16GB RTX3080 12GB 以及RTX3090Ti 具体来看RTX3070Ti 16GB 仍会采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但会基于GA104-401核心打造 拥有48组SM单元 6144个裤带核心 并将配备96组光山单元和192个招量内核 然而其会在原有RTX3070Ti的基础上 将显存容量从8GB提升至16GB 但依旧会保存256bit带宽的GDDR6X 减存规格不变 预计整卡TDP功耗为300W 然后是RTX3080 12GB 其依旧会采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但会基于GA102-220核心打造 拥有68组SM单元8704个库大核心 并将配备96组光山单元和272个招量内核 然后其也会在原有RTX3080的基础上 将显存容量从10GB提升至12GB 当然会是320bit位宽的GDDR6X显存 预计整卡TDP功耗为330W 这也就表明RTX3070Ti 16GB和RTX3080 12GB 其实就是RTX3070Ti和RTX3080的显存加强版 性能方面也几乎是原版持平 至于RTX3090Ti的话 则就大不相同了 据悉RTX3090Ti会采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但会基于完整的GA102-350核心打造 共计拥有10752个库大核心和84组SM单元 而这也与AVIDIA A6000专业卡的核心参数一致 但其仍然会搭载未快为384bit的24GB GDDR6X显存 然而显存速度将会首次达到21GBPS 同时最大带宽也会来到108GB每秒 成为目前GeForce显卡系列中的旗舰王者 而在有了这些的加持后 RTX3090Ti的TGP功耗预计将突破450W 但在性能方面 由于其库大核心数仅比RTX3090多了256个 整体规格也只多了2.5% 所以性能预计只会比RTX3090强约5%左右 看来皮刀客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最后是发布时间和价格 根据VideoCards的消息显示 RTX3070Ti 16GB最快将于12月17日公布 1月11日正式上市 官方指导价预计为4999元 而RTX308012GB将于2022年Q1季度发布 官方指导价预计为5999元 至于RTX3090Ti则会在1月27日公布 官方指导价预计为12999元 当然这样的价格仅供参考 实际一不一价会不会缺货 都得按照上市情况而定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看那极客机的费上 大家赏连给个三连吧 同时超极客的智景动态中 也正在抽取RTX3060Ti显卡 12代酷热CPU以及显示器等奖品 感兴趣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了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极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